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馬賽克英雄 好那完全無課金的旭哥呢 目前入手了八件最強的金色神裝啊 金色隱藏不然神裝 哇這個奶實在香一直晃 好總共八件 真的很爽 好那還會分享這個遊戲一些提升戰力的技巧啊 還有這遊戲啊 周末最新的禮包嘛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 都在這一集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學好 獨家最新 那旭哥也有設置這個旭哥手遊攻略的這個 馬賽克英雄專區 這邊有各種馬賽克英雄的攻略 都放在這邊 各種最新的福利攻略轉蛋 好來打一下這個 金色神裝啦 拼起來 那我們走最右邊這一條 這一條寶箱 還OK啦 勉勉強強 來 開起來 好拿到碎片了 下一關 直接掃蕩這邊 好一樣 碎片開起來 金色神裝碎片兩個 金色神裝碎片兩個 這個算保底啊 看起來這個是走最左邊 輕鬆碾過去 好勝利啦 碎片啊一拿 再入手兩個 解一下 成就 好下一關 哇這個什麼都沒有啊 哭啊 他這個要打個屁啊 我都沒有東西啊 有夠哭的 沒有東西就算了 好算了沒有東西就算了 那商店呢可以換這個金色神裝的碎片 哦 旭哥已經 100多個那可以再來合成了 合起來 來 來金色神裝 這個應該是旭哥的第八件了 啊靠又是這個極光盾啊 這個很難湊一整套啊 這個不是 真的很難湊到一整套啊 哭啊 也該由我親手了解 因為旭哥的這個 破小聖徽這一套啊 一直湊不到一套 總共第八件了 但是就是一直湊不到整套的 真的麻煩 好 金色神裝 我想為大家 那 把這個裝備給 騎士好了 好 虛哥戰力大幅的提升啊 現在已經 一千多萬了 一千多萬的戰力 一千多萬的戰力 那目前呢 有四件 兩兩的 就是 兩個白夜永咒的 然後兩個破小聖徽的 然後兩個破小聖徽系列的 然後兩個破小聖徽系列的 這樣 他都是要一整個才會有BUFF 那最好是裝四個整個是一樣的 穿這個四件套裝啊 那兩個兩個也會有BUFF 然後兩個的話就有這個裁決嘛 10%攻擊10%暴擊 一直很難湊到啊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可以湊到一整套啦 這個超麻煩的 真的很難湊到 這個很頭痛啊 好那虛哥順便講一個東西啊 這個叫做 在古語春光這邊有一個神力共鳴 這個活動呢 是可以 大幅提升這個我們的戰力啊 但是這個應該是有使用奇效限制的 就跟我們玩很多那種 放置手遊一樣 就是他會 把你的等級呢 跟你這個最高的一個玩家 最高一個角色等級呢 直接link在一起這樣 那我們 玩家放置情手遊 應該是他可以 開格子這樣 那你有很多格子 然後那些角色你都不用練 就會跟你的戰力最高的五格 或六個角色呢 是一樣的 那這個活動呢 是直接用共鳴 神力共鳴 那虛哥就直接上卡龍啊 其實只是用用耶 這可以大幅的提升戰力啊 那你要取消要花鑽石啊 所以不建議大家取消啊 反正就活動的期間用用就好了 好玩就好 好不好 這個是在活動的神力共鳴這邊 那這可以提升我們很多的戰力 算是蠻意外的啦 可以讓你直接 等級暴增好幾百等 你假如是這個一級的話 你可以直接暴增好幾百等 舉個例子 好那虛哥也透過這樣呢 這個大幅的提升戰力啊 破千萬了 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 左上角的人頭啊 點進來之後我們點畫面 右下角的兌換碼 然後接下來在畫面的中間 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好那我們輸入這個 ZK28A4 接下來按領取 好有這個經驗值金幣還有轉蛋券 WAKKYBOYS69 WAKKYBOYS69 接下來按領取 HERO666 接下來按領取 MY0104 接下來按領取 YT0104 接下來按領取 K70104 接下來按領取 BRIGHT0104 接下來按領取 YTWHERO 再按領取 好輸入NEWFUN 再按領取 好輸入NEWSTART 再按領取 好輸入PIXEL HERO 再按領取 好新玩家呢 記得領這個1024抽 每天登錄呢 最多可以領到1000多抽啊 這個福利 接下來呢 滑到最右邊 右上角滑到最右邊 一個邀請碼 那新玩家可以輸入 續個邀請碼 3691 D6AFC 0AC 3691 D6 AFC 0AC 那新玩家輸入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五星角 還有大量的鑽石 好那福利的最右邊呢 選項多了一個回歸有理 就是你假如是60幾勝玩家 然後你曾經這個沒有玩 接下來回來玩的話 你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那輸入這個召喚碼呢 3691 D6 AFC 0AC 這個旭哥的召喚碼 3691 D6 AFC 0AC 可以領到很多獎勵 像是可以領到 呃 神話自選啊 然後都是兄弟啊 兄弟乾杯 新鑽這些很多 活躍的獎勵 都可以領取像是鑽石啊 然後像是鑽石轉彈券 大量的獎勵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輸入 好那今天攻略的這個分享 就到這邊了 大家記得訂閱序哥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禮包碼 禮品碼 兌換碼 遊戲的虛擬寶需要 都在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